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百万订阅的YouTuber 曲博于简直仓鼠人 两周前上传了一支 拜访台北市动物园的影片 合体台北市长蒋万安 集园内的动物博士 共同探讨动物养育 照顾 行为学与产业经费等问题 也在影片标题及内容 著名无业配及政治立场 却在影片上架的同一天 遭到亲绿粉砖小刘医师送上一桶 原装抹黑脏水 小刘医师痛批无政治立场 不是嘴巴说了没有就没有 hashtag明知故犯 那是什么立场 潜潜立场 还在封面以搂抱方式 采访一个非动物专业的市长 并在留言处比出终止高喊 我有政治立场我超有 看来这位粉砖超过18万人追踪的医师 是政治立场鉴定科的权威 单纯介绍动物行为的内容 也能找出政治倾向的并争 果然人一拦一律都很可怕 人在家中做 直接背扣政治大帽子的许博与简直 也在频道打破沉默 真的是比麻雀还虽小 这份就是跟北洞的合约 所以里面都有写说 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要捐多少的钱 捐到这个动物粮专户里面去 我们会捐钱给动物保育 那个十几万的粉砖都说了 潜潜立场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们讲说 这块片我们没有收取任何来自北洞 或是台北市政府的任何一毛钱 相对我们还会付出一定的金额 去给北洞做动物人养使用 都是专业人员 蒋市长作为来宾亲临现场 了解保育员付出的辛苦 以及动物们的需求 愿意讨论及重视相关福利 难道不是大家与动物的胜利吗 且所有搂抱桥段都经过本人同意 没有人被吃豆腐 若再有不实的抹黑指控 将进行法律行动捍卫权益 你出局 侧翼出征 寸草不生 蓝的侧翼整天找不到车上 绿的侧翼整天在翻车 真的是行家一出手 打断自己手 赖清德真的很幸运能有郭台铭 事发后小刘医师粉砖 也遭到网友灌报 嘲讽是从零开始养成 这一天 还被挖出是公式医疗喜剧 村里来了个抱走女外科的主角原型 至于小刘医师就像没事一样 歌照唱舞照跳政治文照发 截稿前没有任何回应 毕竟侵律阵营的星际艺工队 现在已经是全自动攻击模式 不小心打错人 老百姓过一下就忘记了啦 拜托下次看准一点再出手好吗 要求他的网军停止对我的攻击 首先我要向许伯简直致意 你们并没有做错 但是却被无端受到波及 还是很不好意思 对于动物保护 以及生命教育等等这些议题 都是一起关心的 所以很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能够有长官来一起帮忙宣导 当然对我们飞行 我们的业务理论上是有帮助的 这个动物园的起心动念根本就跟政治完全无关 没错 IMB诈骗案起诉 今年台湾诈骗案的重量及代表作 网络借贷平台IMB 涉嫌违法吸金高达90亿 受害者高达上千人 主贤曾耀锋等人落网117天后 经历民进党立委陈欧破 被告无偿使用主贤提供的房车 前行政院顾问陈振坤 用旅馆帮主贤藏百万名酒 官员考察顺便去主贤豪宅 开party等支线剧情 昨日检方依涉犯银行法 洗钱防治法等罪嫌 对曾耀锋父子等31人提起公诉 真心被告 为本件违法吸金案组织法旗之首脱 严重危害国家金融资讯 与侦查中并企图回复其他共犯 因逆犯罪手法 情欲从中凉刑 原本在出事后直接切割 表示没有帮IMB代言的盛竹如 先前坦诚有帮忙拍照演出 肖像却被对方滥用 检方查出盛大哥拿了 一年20万的广告费 但因罪嫌不足或不起诉处分 我没有代言 从来没有代言 也没有拿过他的代言费 就是去过一次在那边拍照 我就希望啊 被诈骗的这些人呢 好好的团结起来 不要让我受很多冤枉 说实在话他还欠我钱呢 比如说我拍一次照片 或者做一次活动 他应该给我钱 他并没有给我 至于领人民薪水那些人 检方当然是还在侦办中 被指控受主嫌曾耀峰请托 瞧警戒人事案的郑文灿 与开出退选第一炮的陈欧珀 两人都被列为他次案 被告另案侦查 我也不认识曾国伟 也没有王埃 他更没有人事的请托 那这些都没有证据 竟然可以这个任意的指控 不是有指控 有曾治案调查 就代表你是赢了 不效人士利用人性弱点 谋害老百姓的血汗前 检方已经尽力调查了 大胆前立委黄国昌居然公开质疑 检察官接受主嫌曾耀峰招待 秘密证人被泄露给周刊 以及娇西式地虫化吸金诈骗等案件 检方都没有交代清楚 根本是伤害检方的声誉 检方也回应得清楚明白 娇西案仍在侦办中 你各位听懂了就各自解散 更深水区的东西 曾耀峰的钱到哪里去了 流进了哪些政治人物的口袋 我觉得这不会是明天起诉的范围 我很希望他们能够证明我的判断是错的 嘿嘿 Bingo 砸对了 政府的无作为 政府的疏忽 让这些诈骗集团能够炸得 高达90亿的不法资金 是非常夸张的 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提示 跟更多线索 带台湾的司法 能够让我们这被害人的钱回来 我的话就说到这里 其他的就靠你们自己去领悟了 麦当劳熬龙虾宝 在这个万物起涨的年代 连麦当劳的大数 都从30年前的32元 涨价到今天的65元 只有我的薪水还在强力动涨 现在新的荷包挑战者现身 为了满足海鲜控的味蕾 打破消费者过往对于新品 都只是馅料简单互换的质疑 麦当劳在昨日重磅推出 全新奢华单品熬龙虾宝 号称每一份都吃的倒熬 每一口都能享受龙虾肉 以熟食冷饭的方式料理 搭配柠檬蛋黄酱及爽脆生菜 最后加入抹上奶油的烤面包 帝王级享受搭配天王级价格 一个单点要价385元 名列麦当劳史上最贵的汉堡 300多OK我可以接受 麦当劳就是卖平价的汉堡 所以感觉就没有吸引力 如果是它是真材实料的话 我觉得350我可以接受 油四张红色国父组成的汉堡 你吃下的早就不是食物 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有网友在PTT分享开箱心得 汉堡扣掉熬龙虾的部分 大概只有20元左右的价值 视觉效果确实不错 但味道口感没有特别之处 结论就是盘子正输加一 盘子洗干净了谢老板 龙虾宝在推出首日 也引发民众热烈抢购一空 不过想当盘子也要找对地方 龙虾宝只在全台330家 麦当劳门市限定开卖30万份 活动将持续到9月19日售完为止 另一位时代的眼泪 相遇派也在昨日强势回归 你各位都吃过龙虾宝了吗 吃完后又有什么心得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我吃热烈 哈哈哈哈哈哈 摆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